歡迎收看小明星 這次我們來看到海軍金江艦誤射的熊三飛彈 導致一個人死亡 三個人受傷 後續需要很多的檢討跟究責 不過我們也看到熊三飛彈真的很厲害 講得更直白一點就是飛彈發出去之後 它會自己了解什麼地方有目標 這一次它單單憑著漁船裡面發電引擎的電波 就知道這個地方有目標就直接打進去了 不過告訴大家 這麼高精密的技術 除了受到全世界為三個認證之外 其實它是經過我們台灣自治 大概40多年之後最新的一個高科技 如果你記得的話 大概在197多年的時候 當時熊一配的是海鷗潛艇 後來熊二配光滑艦艇 一直到現在才有讓這個為之亮點的熊三飛彈 這節目當中我們要帶你一一的從以前到現在來回顧 各位來賓 自身媒體的胡孝晨 大家好 前空軍教官 宇浩偉 大家好 軍情航空網站總編師 校偉 我也好 大家好 媒體公文者 康泉俊 我也好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熊三飛彈的成功其實已經經過40多年一直不斷的改變 一直不斷的研發 我記得當時算剛出生的時候 就發現到這個海鷗反潛艇真的蠻厲害的 原來上面搭載的是熊一飛彈 對 我們那時候其實海軍對於這個飛彈化有 可以說是意識到它的這個情形 可以說非常早 為什麼 其實我們知道在那個中東六日戰爭中 當時埃及就曾經運用反艦飛彈 攻擊了以色列的這個軍艦 而且還把它打沉了 所以就是說以色列人那時候就赫然發現 原來這個反艦飛彈這個東西其實這麼的厲害 而且其實在那一次以後 也就反艦飛彈開始逐漸成為海戰之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主流 例如我們看到那個1980年代的這個印阿福克蘭大戰 那英國跟阿根廷之間打來打去 那阿根廷帶給英國皇家海軍艦隊最大的這個損傷是什麼 也就是發射了飛魚飛彈 飛魚飛彈一共集成跟擊傷了好多艘英國皇家海軍 包括像驅逐艦 然後巡防艦 甚至還有他們的一艘大西洋運送者號的這個貨輪 所以你可以看到對於這個一個海軍來講 你現在海軍如果你沒有飛彈 你沒有防空飛彈 你沒有反艦飛彈 你這個海軍根本上是不能作戰的 如果飛彈可以打掉船艦的話 那是很划算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飛彈來講 基本上來說它是又小 而且它射程又遠又快 那像我們海軍來說 它其實從一開始有飛彈以後 那時候我們也把這個整個戰術概念 其實也依照就是說大陸的這個飛潛快的這個中的 這個快的部分 我們也等於說要做一個相對應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它在過去飛潛快時代 它有很多是快的部分是快艇 是魚雷快艇 魚雷快艇其實在過去的這個戰術中 你看這個用狼群這個初級 一出去 出去很多艘這個魚雷快艇 然後到了你的艦隊附近 然後就砰砰放了兩枚魚雷之後就跑了 不管放了兩枚 放了四枚 魚雷放了之後就跑了 有時候就撿到了 對 種了就撿到了 對 但是你看 像後來他們進行雄風一型的反艦飛彈 他們的這個概念 其實基本上來講 也就是從魚雷快艇的那個概念延伸而來的 學以前的毒風級 你說的 對 就是說 以色列的船 對 也就是說它其實只要過來的過程中 它發射了這個反艦飛彈以後 命中了 打到了對不對 你打到了 那它就賺到 像這個我們看到 我們的這個當年 由於這個海鷗級的這個飛彈快艇 是我們海軍第一種飛彈快艇 它其實船身非常小 而且是用鋁合金 你看 它一艘艇才50噸而已 像這個 甚至於連在淡水河口 你看 它都當時海風大隊 都有派駐一個分泉隊在那邊 有個四艘的這個飛彈快艇在那裡 這個就是淡水 油車口那個地方 海軍的關通指揮部 它外面那邊就有四艘這個飛彈快艇 當然 現在因為這種飛彈快艇 已經除以了就沒有了 所以這些已經退休了 對 這個已經退休 因為它你看 它主要的這個飛彈 它就是用這種雄風一型的反艦飛彈 雄衣飛彈 它這個雄衣飛彈 它其實是一種就是半主動雷達導引 就是它飛彈發射出去以後 你要用那個雷達繼續照著這個目標 所以它其實在發射以後 就變成說等於你的這個目標艇 還要繼續朝著目標前進 要人為監控是這樣嗎 對 當然 而且就是說它的這個射程 就不夠遠了 所以那當然在服役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當年製造這個雄風一型反艦飛彈 跟那個海鷗的這飛彈快艇的時候 其實可以說做了非常多艘 像你看在淡水河口是四艘 它們表演這個緊急的登艇 而且緊急的完成戰備出港 因為它們那時候部署在這個淡水河口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淡水河口 一直是我們面對攻擊軍來講 一個非常難以防禦的缺口 它在整個淡水河的這個河防裡面 它其實有非常多道的這個關卡 那其中過去海軍它們曾經能夠在海風大隊 派在這個關衝指揮部派出 像這樣的飛彈快艇能夠派出幾艘 其實在整個颱風防衛作案上來說 它那個是要用來堵住攻擊軍 要利用淡水河口 不管你是用高速的氣墊船衝進來 或者是一般的這個正規的這個水路 兩用的這個那個舟艇 那個車輛衝進來的時候 都要靠那個在關衝指揮部 你意思說早期研發的雄翼飛彈 在發射出去的時候 沒辦法像現在的雄3一樣 雷達自己找標準的地方 還有人在那邊搜索的意思 然後那個船上有個小小的照明 在傳那個圍桿最頂端 人在那邊看的意思 他就是要用那個照明 一直照著它 那後來我們看到雄翼過去以後 我們那個海軍就有感於就是說 第一現在的這種反艦的這種作戰 你不可能在這種市區內進行 你一定要打這種市區外的目標 要更進步吧 對 更進步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開發了 這個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雄二飛彈它厲害厲害在哪裡 它其實它的這個射擊模式 它其實跟我們現在的那個雄3 它基本上來說模式是非常類似的 這個是暗機的這個雄二的機動飛彈 那這個雄二飛彈它發射出去以後 它的概念其實跟美國的魚叉飛彈 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它發射以後 它是御用它那個飛彈上面 一個叫渦輪發動機 一個噴射發動機 然後再從那個飛彈的彈體底下 一個純型的那個進氣道進氣 那雄一雄二飛彈它最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結果它這個飛彈本身 它有除了那個具有雷達的尋標器之外 它還有一個紅外線IR的尋標器 避免就是說你的雷達尋標器 在飛到敵軍附近的時候 受到敵方的這個電子干擾 導致於雷達失效以後 它還有一個紅外線可以補助 已經智慧化了是這樣嗎 對 已經有了 對 那像這個地方它在哪裡 是在花蓮 花蓮遠雄這個海洋公園旁邊 這個飯店旁邊 那這個地方很有意思 它這個外觀其實就做得跟這個 遠雄海洋公園那邊的這個飯店的外觀 一模一樣 分辨不出來 對 分辨不出來 因為它隱藏在裡面 還會有這個遊客開車過去 跑去敲均衣大門說 我要check in 我要check in 對不起 跑錯的地方 隔壁才是隔壁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熊二反艦飛彈對不對 它不但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陣地 朝向東部的這個 那個菲律賓海 你看它這樣一連串 一共一連四個 四個飛彈 對 這個未來 這個飛彈它除了就是說 使用這個熊二飛彈以後 那其實它也會有 有少部分在我們這個艦艇上面的 熊三飛彈 滿邊以後也會有一些 擺到這邊來 那這個熊二飛彈 它後來就跟我們這個 光六的這個飛彈快艇 就結合在一起了 這邊你看到是熊二的 陸上機動飛彈發射車 它除了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陸上的 還有大型艦艇外 最重要就是現在你看到 新的這個光華六號 光華六號的這個飛彈快艇 它當時其實 那個造了第一艘艇之後呢 它經過一段時間修正以後 或就是因為你要那個 先導艇嘛 第一艘艇 在上面要做很多測評的作業 等到測評作業以後 完成了以後 就那個大量量產了 那這個光六 它上面裝了塞台這個柴油主機 所以它速度非常快 它的速度可以到達 每小時40節左右 其實超過30節 現在還有吧 現在還有 現在它是在服役當中 它一連串的就是你可以看到 所以光六已經是逆中型船艦了 對 它的外型你看 基本上來說它是一個 就是隱形的逆中的一個設計 所以讓它這個船 在海上比它真正 你看到這個目標要更小 所以它你剛剛 剛剛上面一個鏡頭還看到 就是它最先的這個原型艇 在後面比較高耸 然後它的這個量產艇 比原型艇要更為低矮一點 然後當然你說這種艇 它本身在海上 它是不可能透過自己本身 得到這個敵方的戰情資訊 也就是它不可能知道 對方傳染它 它一定要靠那個 我們陸上 這個大城資料鏈路系統 然後這個大城系統 透過也就是我們海上 整個關通的系統 包括陸基的雷達 空中的預警機 海上的艦艇 然後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 這個戰情網路之後 知道了敵方的這個艦艇 的情況以後 然後它透過 這艘就是光陸的這個原型艇 第一艘的光陸快艇 然後這個時候 它把這個資料 潰給這個飛彈快艇 然後飛彈快艇 再把資料潰給飛彈以後 然後就可以完成發射 發射以後 它其實這個飛彈 就會飛向目標 但其實在當時的 快艇上面來講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用自己的雷達 或是自己的感測器 看到敵人的這個位置 因為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 像以熊二這個飛彈來說 它整個射程 也是70多公里 至少70公里以上 也是在地平線以外 所以也就是說 它本身自己它看不到 它要透過 按機的這個資訊 來獲得敵方的資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目前熊二飛彈 是包括在主戰艦艇 然後還有這種光溜快艇 然後另外還有在那個 陸基上面三種都有 那未來我們的熊三飛彈 其實也是主戰艦艇 跟那個井江極艦 投降極艦都滿邊以後 也會有一部分 作為在暗制的 這個雄風三行的 這個機動發射 我們知道說 軍隊除了要有機率之外 還不能夠洩密 不過來看到 最近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早年 為什麼會發生 非常慘烈的823炮戰 現在竟然傳出說是因為 蔣中正旁邊幕僚的夫人 跑到香港去Shopping 因此呢 在不經意當中 洩漏給當地的匪諜的 這些官夫人 當初 這官夫人當然就是在 蔣中正旁邊的幕僚 他們的太太 因為他們就是 有事沒事嘛 就是也可能比較閒 所以就到香港去Shopping Shopping之後呢 對不對 胃口很大 說胃口很大 可能買的很多 用的很多對不對 但是嘴巴也很大 那為什麼會嘴巴很大呢 因為他們就是在 Shopping的過程中 有時候有意無意 會把這些消息給透露出去 他們說了什麼 他們說了很多不該說的 例如說對不對 就有一個官夫人對不對 他在Shopping過程中 當然這附近四周的話 一定有很多匪諜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這個消息最好 可能是店員 可能是跟著他旁邊服侍的人 所以有一天有個官夫人 一看會嚇一跳 怎麼搞的 我對不起 我不要瞎騙 我要回家了對不對 為什麼回家 對 瞎人就問 或者是店員就問 你問我回家都想賺點錢嗎 你都會多了 不行 不行 我跟你講 我不能再留 因為我的先生 要跟著蔣中正到金門去 白志祺地點講出來了 是的 然後日期也講出來 然後地點也講出來 然後說要做戰地四島 那你知道我們要做的時候 戰地四島 表示說一定是有什麼 要有戰爭 可能一些提前的準備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要飛回去了 好 這個匪諜 一聽到這麼好消息對不對 立刻就通報回去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一想 呦 蔣中正以前雖然是我校長 現在是我最大的敵人 想把他打掉 你到金門去 哇 這個機會太好對不對 因為什麼你後面這個海 你也跑也跑不掉 對不對 我這時候對不對 把你擊斃的話是相當好的 於是在823那天就開始什麼 萬半齊發又落在金門島上 直接先首度攻擊了 是 那一打到金門島上 對毛澤東講的很不信 對蔣中正講的很信 為什麼 因為那天剛好飛機有一點問題 對不起 他飛一半後怎麼 往回飛 回去了 所以倒霉的是誰 是金門當地的那些同胞 為什麼 那麼多炮彈 就全部砸在他上面 這幾天呢 美國賣F-35給英國 那個畫面真的是太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連彩虹 都出來慶賀一下 不過我們知道說其實F-35 是一個非常高精密的戰機 其實真的英國是花了很多錢 給美國買的 而且過程當中 必須送到英國去的關係 還進行過很多次的空中加油 對 那個英國 跟美國買的F-35B 第一架終於交機了 英國千呼萬喚 千叛萬叛 錢不夠買不到的 有很多國家真的有錢買不到 然後這個F-35B戰機 終於從美國 從南卡羅來亞洲飛到英國 Fairford空軍基地 為什麼要飛到Fairford空軍基地 當然你說這次去了三架 去了三架裡面 怎麼這一架是英國的 另外那兩架是誰的 是美國海軍 美國陸戰隊的 對 所以美國陸戰隊 有兩架陪同這架英國 護航皇家海軍的F-35B戰機 飛越了整個大西洋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週末 英國最大的一個航空展 叫AirTat-2 AirTat-2這個航空展 它其實是全世界也是最大的一個 休閒航展 那那個休閒航展 說真的 哇 那真的非常精彩 那整個飛行活動 從早上天亮就開始 一直飛到下午 然後七八點八九點 那個黃昏的天色暗下來 所以你如果說喜歡拍飛機 喜歡看飛機 還有那個AirTat-2 這個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那這個時候F-35B戰機 它要從這個南卡羅來亞洲 飛到英國Fairford基地 美國陸戰隊的飛機 是去參加航空展 英國這個飛機 去是完成一個交際任務 也就是說它今天這個去 這架飛機這個產權是英國的 英國也有飛行員開始玩訓了 所以他們要開始次第的 慢慢的要接收這個F-35B戰機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海軍 為皇家海軍為什麼要買F-35B戰機 為什麼 主要是要跟他們的最新的航空 我們叫伊莉莎白女王號 要能夠搭配 原本當初這個伊莉莎白女王號 在建造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他們想是不是要裝彈射器 然後這個買那個美國海軍的 海軍版F-35C 然後那但最後他們還是決定 讓他們已經用了很久的 就是短距離起飛 垂直降落那個F-35B 來替換這個AV-8這個飛機 不替換那個HERIER這個飛機 那當然HERIER現在已經除役了 現在英國皇家海軍 就直接用F-35B戰機 等於說來進補 那個進來補 那個補到他們現在 已經一個完全沒有 那個艦載機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飛機 飛到Fair 4基地你看 哇那天天氣很棒 雙彩虹耶 對 那他們這個飛行 其實說真的 也是非常的吃進心 十個小時 對 他們從南卡羅蘭納州起飛以後 一共三架飛機 這三架飛機 由一架那個KC-10A 這個空中加油機來半飛 為什麼要KC-10A空中加油機半飛呢 因為我們知道 以一下F-35B戰機來講 它了不起一架飛機 飛個一千多英里 但對不起啊 從南卡羅蘭納 你就算飛這個最短的大圓航線 到Fair 4這個基地 這個距離也不短 它飛10個小時 它加油要加幾次 加油中間一共加了15次 當然不是一架飛機加了15次 是三架飛機 一架飛機加了5次 一共加了15次 平均兩個小時 都必須加油加一次 一台飛機的話 對 幾乎差不多是平均那個 一個半小時 左右快到兩個小時 就要加一次 這麼耗油啊 那個加油一次飛 大概差不多可以飛一個小時半 其實也可以說是航程相當長 可以飛一千多英里 沒有問題 那F-35B戰機 你可以看到它這樣飛去 整架飛機的外型 也非常的清爽 沒有掛任何的附油箱 等於完全是靠 加的這個機內的燃油 來維持這整個飛行的過程 這其實這整個十個小時 你看它的美國國防部 所公布的影片 真的是從清晨飛到白天 然後再從白天飛到傍晚 然後降落到英國的 這個Fair 4基地 那當然這個基地裡面來講 是英國它其實是美國在 駐英的這個部隊裡面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不過十個小時算短對不對 我記得早期 我們進行漢光演習的時候 從美國要拉回F-16回到台灣 好像飛四十幾個小時 那不就空中架 也要真N次以上 其實以美軍來講 他們自己在做這種 軍事訓練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一次 他們的這個飛機 從哪裡飛過來 從紐澳梁起飛 然後也是有一架 KC-10的這個加油機伴隨 然後從紐澳梁起飛之後 一路飛飛到哪裡 然後飛到關島 那多遠 工程跟從那個美國 這個東岸陸克基地 飛F-16飛回台灣 基本上工程 快兩天的時間 大概一天多 然後當然他們也不是 中間都完全不休息 就是說你像你看 我們當時的這個計畫來講 其實這個我必要強調 是計畫並沒有實行 為什麼 因為當時那個 漢光演習的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的當時的 國防部長叫李傑 李傑這個人很有意思 他什麼事情都要實做一下 也就是說你漢光演習 有那麼多的計畫 我每一個都要驗證 來看你到底行的通行 要演練一下嘛 對 其實這個想法也是沒錯 所以你看到那幾年的 這個漢光演習 包括什麼高速公路起降 什麼奇奇怪怪的那種 在作戰計畫中的 才有的東西 通通都把它 不能只上彈兵不是嗎 然後但是呢 當時 因為我們在美國 陸克基地 大概還有15架左右的 F-16戰機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台風範圍發生作戰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飛機 這15架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空中力量 那你要怎麼樣 從美國轉場回來呢 因為在過去 我們的飛機 從這個F-16 從美國出場 完成測試試飛 要交機飛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是有美軍的這個飛行員 就是他們從美國的這個基地 飛到先飛夏威夷 然後再從夏威夷 再飛到關島 然後再從關島飛到台灣 這就是重要 它經過好幾次的空中加油 還不是一次空中加油 是好幾次的空中加油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美國國防部員講說 好 你們想要空中加油 是不是也沒問題 對不對 那我就把報價給你 付錢給我 我就幫你處理 付錢給我 我就幫你做嘛 結果那個我們的李部長 一看到 因為他一定來回嘛 你不可能說 把在那個陸克基地的 這個訓練的人員 通通撤回 所以變成說 單趟 然後再來回 美國空中力給的報價 然後李傑部長看到就說 好 那這個實作就不要做了 因為那個費用 的確非常的高 所以因此就不要了 對 所以那個部分 一直來講 它還是一個指上計畫 因為你說驗證的部分來講 它其實本身問題不大 為什麼 因為剛剛講過 你當時F-16戰機交機 我們現在空軍現有的 在台灣的130幾架的F-16戰機 當初都是從美國 這樣一路跳倒 從美國的西岸 飛到夏威夷 飛到關島 再飛到台灣 飛了一瓶 機在起吃 對 中間也經過了 這些空中加油 這些作業都做過了 其實都已經做過了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參數是有了 只是說 你有沒有必要 要因為漢光演習 這個演習的特殊任務 再做一次 再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價錢那麼多 說他不要對不對 你飛了兩天 那如果你再飛 你想要上廁所怎麼處理 在飛這個快速機上面來講 說真的 我自己親眼看過 美國他們航空母艦上的飛行員 你聽我說 他們從波斯灣上起飛 要去伊拉克 執行一趟戰地的巡邏任務 一架F-14熊貓戰機 飛7個小時 那一定憋不住啊 對啊 前後兩個人你知道 他們怎麼辦呢 大小後都要來吧 也許 不只還要帶食物上去都要 就是說你知道 他上去的時候對不對 還要帶個三明治 然後這邊 另外一邊還要帶一個 這邊帶食物 這邊帶什麼 水 駱駝水袋 然後吸管吸對不對 它會有一個駱駝水袋 然後一個管子吸到這邊 它可以吸 然後當然你有喝水 有吃東西 你就一定會想要上小號嘛 對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美國有一個叫科學尿袋 什麼叫科學尿袋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塑膠袋 然後它袋口可以撕開 然後它裡面有那種特殊的 那種化學物質 吸了東西以後對不對 它就會開始膨脹 然後變成像果凍膠一樣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美軍 他們那個31艦上戰鬥機 中隊拍了一段影片 然後那個拍完之後 拿一個 一袋果凍膠的東西 然後想 Yeah Let's pee 就是那個是 那個是小便 對 那個是 所以它必須把它擺在 你要尿尿那個地方 是這樣嗎 穿在裡面 飛行服是一個上下 可以拉開的這個拉鍊 塞在裡面 而且前後縱裂嘛 你後面也看不到 前面人在幹嘛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隱私的問題 包在裡面的意思 是的 它就把它弄個口 然後把它尿完之後 然後就把它放到旁邊 因為它就會 其實那個原理就跟那個 女性的衛生 女性的衛生 或者是那個尿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免洗尿布的概念很接近 它裡面那個化學物質 吸了水之後就膨脹 然後變成了 把那個東西 變成一個果凍膠一樣 另外再來揭秘 揭秘的就是 原來說空中機是在進行 飛行的時候 剛剛提到說 怎麼樣上廁所 待會兒這個真的蠻厲害的 它在進行整個 空中分裂式轉換的時候 它倒水 完全都不會溢出來 這麼厲害 是 它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它現在在飛的是叫個 所謂的同滾動作 但是來講的話 因為它有那個離心力關係 是可以做到 但是我真的是不建議 就是說飛行員在飛機上做動作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動作來講 有一定難度在 而且現在的戰鬥機來講的話 它的儀表板都是什麼 都是很怕水的 甚至連水器都很怕 你就為了做一個動作 會去玩的話 所以建議空軍的 我的學弟們 你真的不要去試 你不小心一倒以後 這個電子設備整個壞掉 不打緊 你可能這家F16 幻象機可能就要跳傘 可能只有10塊錢的礦泉水 搞製一多的飛機整個掛了 對 所以沒錯 所以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它原則上是可以 但是你看 我們可以看它的過程中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動作來講 倒水還不錯 事實上倒水應該是比較難 為什麼 我要你們發現它 它在倒水過程中 它是兩個手都舉起來 剛剛校尾不是說要用吸管喝嗎 它怎麼用這種方式喝 它不會這樣被處罰嗎 我覺得它 事實上我們再仔細觀察 這個影片的話來講 我覺得它水應該沒有喝 倒是 但是因為我覺得 你要喝水來講的話 難度不大 也是一樣 就是你趕快去吸 或是當你如果說 在倒飛過程中 你把你的臉堵到那個 你的杯子上 那水是不太容易灑出 或只有手不能灑的 但是我覺得倒水的過程中 那就是要什麼 要鑽好離心機 而且這架飛機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雙座機在飛 為什麼 因為單座機來飛的話對不對 你兩手舉起來怎麼飛 可以飛 用腳夾到飛 但是你的力道 就可能沒那麼大 你可能水就會整個閃 所以你認為說它在倒水 可是後面有人在幫他開飛機 應該是前面 因為它機翼已經在這邊 所以它前面有個人在幫他開飛機 所以它可以這樣倒 然後藉由離心力的關係 所以你的水不會灑出來 所以它可以運用 但是還是建議 不鼓勵 這個動作 不是不鼓勵 不要做 不要做 那個那麼貴的飛機 幾億的飛機 就是你願意玩一個動作 啪上去 可能飛機你就要跳 浩文你在飛的時候 有像校尾所說的 想尿尿或想大便的時候 是把那個尿布 或衛生棉條包在想要尿那個地方嗎 你也這樣做嗎 是的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我們以前在官員當教官 飛機T34的時候 有時候一上去以後 時間真的是蠻長的 那我現在講 第一個來講的話 我是用尿管試過 所以F16 因為F16裡面 飛懷有個同學 我一個成型同學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有試過 我自己尿 真的尿尿不出來 我就跟前面學生講說對不起 那不然有包尿布 你還是尿不出來 不是 我們沒有包尿布 我們是直接用個尿管尿 所以就曾經發生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他的動作是做同軌 那我那時候帶同學 我的學生做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跟斗動作 由上而下的情況來做 那那個學生他願意尿急 對不對 那他可能是因為 他也不願意浪費這一課 課程的時間 所以他就偷偷拿尿管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空中 不是一直做 因為做的話你學生會吐 所以他學生可能就急了以後 他也知道這個尿管功能就尿 好時不時那天尿管堵到 所以他捧到 那有些小動作他可以 對不對 好 我就說接下來我們做個立體動作 那個學生照理說應該跟我講 交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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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願意尿急 用尿管尿了 對 他可能是怕我罵 那尿管尿又卡住 尿管又卡住 所以端到水在上面 他手hold著那個 那個桶子 你不是尿這樣子 是的 那你又下指令說要變換不同的操縱 不是 我要開始做動作這樣 拉起來這樣一個圈圈 糟糕 說實實那是壞 我一帶桿晃起來以後 哇 我就什麼 怎麼空中那麼開始對不對 坐上怎麼會有水 然後那個學生當時全身都潑到 所以是潑了尿在臉上 沒錯 然後文藥我也是潑 頭上都是 文藥我跟你說 這個尿用飛機在空中的話來講 它原有充壓空氣 所以這個尿很快乾 那味道真的很難聞 金江建物射了熊三飛彈 那麼這四位官兵到死者的臨前 用跪的爬進去 在裡面40分鐘 這樣的一個畫面引發了很多議論 週日傍晚 青江艦艦長林柏澤 率領三名涉案軍官 突然現身罹難船長 訪問中家 引起家屬一陣騷動 阻擋他們進入靈堂 對 你們千人啊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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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 船長兒子怒吼了二十幾次 站在後頭的飛彈中式高家俊 這才走向前 舉起右手 快點快 最後在家屬的要求之下 四名涉案軍官 下跪用爬的爬進靈堂 快點了 這個媒體 四個人輪流拿鄉 向罹難船長致歉 請求原諒 船長太太忍不住多次情緒崩潰 船長兒子更是情緒激動 要求四個人輪流沾養 父親殘破不堪的遺體 我送他船長兒子 我要讓你一世人記住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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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過程中 高家俊用顫抖的聲音 向船長道歉 說都是他的不對 他會永遠記者這個教訓 面對家屬情緒潰提 四個人始終雙手合十 不敢多說一句 就這樣在禮堂前 整整跪了四十分鐘才離開 這段影片 不知道你看的心情 感覺怎麼樣 這四個人 其實我們也許都不認識 如果他是你的家人 他一進去到這個地方 先被羞辱 羞辱完後 被要求用跪著爬進去 爬進去之後 又接續有人羞辱他們 的確錯了 他們必須檢討 可是現在也有另外一種聲音就是 難道要真的這樣 如此羞辱我們的國君弟兄嗎 我想這樣的畫面 出現在媒體上面 所有人看到 其實心中都非常非常難過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這些家屬他們的心情 我們真的可以理解 一定有體檢 但是我也認為說 這四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君子 我認為他們心裡也不好受 一定是 或者對他們來講 他們一輩子心裡面都會產生 很大的一個陰影 或者是背負這樣的一個罪名 那我想這個事件 其實出來之後 很多人對於國君 有很多聲竊的這樣的一個勉勵 也希望就是當然有很多批評的聲音 可是在最近裡面 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些人士 似乎覺得外界的批評似乎過重了 好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 施明德先生好了 施明德先生 他在最近寫了一篇這個文章 他其實講到的就是說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好像軍人動不動都下跪 包含在洪中秋案裡面 要軍人下跪 然後在這個小白 這個流浪權小白這個世界裡面 軍人要被攻審 然後包含到我們看到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世界裡面 然後這個涉案的這些人也下跪 那似乎感覺上好像軍人沒有尊嚴 他們有錯 可是變成情緒的出口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下跪的畫面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在地方上面 有地方的這個 所謂的風土民情的部分 這個是應該也要去體諒加速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 他的過於不及的這個部分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分寸的一個拿捏 那所以這裡面包含到這個海軍的這個 前副司令這個黃毅炳中將 他自己也在這個臉書上面寫到 也就是說他也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國軍的這些幹部們 我相信他指的這個國軍幹部 應該都是將軍級以上 那他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犯錯的這些官兵 全部丟到狼群裡面 當然他用狼群的這個意思 他引起很多的討論 那我比較解讀就是說 讓他純屬在他的這個環境裡面 那很多人可能會有一些激烈激動的一個情緒 他認為是我們這些所謂的這個 國軍的這些幹部們 其實是用 他用背棄這兩個字 事實上用的非常非常重 而且他甚至提到就是說 你覺得這幾個人經過這些涉案的官兵 他如果今天真的經過了這些事情 風波平息之後 你覺得他有可能去效忠他的國家嗎 因為感覺上好像我們的長官 並沒有站在他們的周邊 要他們自己去面對群眾 可是問你這台船最高的少校也出現了 真的出現了 難道他要一直不斷往上的 把上面的長官都拉下來 也要來這邊 你懂我意思 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要 大家都要一起去下跪或者是什麼 而是他覺得譬如說 在這個所謂小白世界裡面 那我們的長官居然讓這些阿兵哥 當然他犯了錯 他應該受到應有的這個刑罰的部分 他就是按照他的規定去做 那該有內部的行政處分 也應該去行政處分 那可是問題是你叫這些人 然後去對著動保團體道歉 那這些的代表性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想這一段時間 我們討論這個事情 討論的非常非常多 還被對方嗆聲等等 是 那還要就申請國培 大家說你是代表小白的家屬嗎 還是怎麼樣 就很多人在這上面會覺得 我們剛剛強調就是說 每一個事情 其實他有正反兩面的看法 當你超出了那條界線之後 很多人他其實會從不同的方向回來思考 所以包含到這個我們看到 有一個陸軍南側中心的一個少將 他也跳出來講說 他實在是受不了他不完了 他要退休 對 他直接講說他要退伍 就是這位張俊達少將 當然像我們自己有很多的學長同學 他們其實也認識他 那他們覺得說他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軍人 那其實他在文章裡面 他就講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大家 因為我特別記得他講了幾個 如果說我們的政府官員 那包含我們的所謂的媒體 包含到名嘴的部分 全部都要打趴國軍的話 他覺得以後就是大家 各自去承擔這個後果 然後他就說他不完了 可是我也必須講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這整件事情上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之外 都會有各自的情緒在 好 比如說軍人不喜歡 一輩子被打翻一船人 然後覺得好像有少部分的官兵犯錯 好像全部的國軍 通通要背負這樣一個帽名 我理解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我想大家從媒體上面 也可以看到 不是所有的媒體人或所有的媒體 全部一面倒的都在責備國防部 其實大家會從不同的面向去做思考 所以整個情緒性上面 我覺得大家都在找一個出口 可是對於事情解決有沒有幫助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 不斷的在往下蔓延去 好 我們光舉一個例子 像海軍官校的這個入伍生 事實上海軍官校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確實大家都覺得說軍校很難考 為什麼 因為他出來之後 就有這個有固定的工作 而且條件很嚴苛的 面書的時候還有這個錢可以領 像我們那時候學生的時候 剛進去的時候 進去 我如果沒記錯 我一年級的時候 大概八千塊錢還是多少錢 你海軍官校 不是 我是政戰學校 那你進去之後 因為他學生其實都 後來到最後都是用上市學生 然後到你每個月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這個你用錢 那你吃住都在國家 那你畢業之後 其實以二十二 三 四歲來講的話 你基本上就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那所以這幾年很多人都想要去考軍校 所以軍校的這個錄取率 也變得比較低 可是我們也必須講 事實上他每一年來講的時候 像今年的缺額就還蠻多的 那官部他有做解釋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招生錄取 是用學測的這個成績來做 那你學測成績難一點 大家分數如果沒有達到 那我可能第一次招考就比較人數少 那我可能就要第二次招考 那這一次就傳出來講說 因為最近軍中事件頻傳 所以海軍官校他本來這一次 有136名的這個入伍生 居然傳出來說有36個入伍生 在入伍一個禮拜之後就不完 為什麼 那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不想以後被人家看不起 那意思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們決定不完了 那我也老實講 我必須承認 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軍方的這整個的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爭議 就因為這個原因嗎 會影響一些人的這個意願 但是我也覺得 不要無限上綱到這樣一個程度 事實上我想在座或者是在觀眾朋友 你大概對軍校有一些了解說 其實軍校在入伍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退訓 退訓的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辦法適應團體的生活 是很多的 所以你看到媒體報導裡面 事實上他也如實寫下來 有人就講說 我為什麼要被學長這樣管 學長說什麼我就要做什麼 不喜歡軍眾的一些等等 所以他其實很多人是因為他不習慣 我還是這樣強調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體制不好 你真的覺得需要改革 你在這個體制裡面的人 你就好好去做你的本分 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所看到 事實上大家會質疑國防部的地方 或質疑軍官 這個官兵的地方在於是 那些事情他不應該發生的 你拿個BB槍去虐待一隻狗 你拿著一個鐵鍊去把一隻狗給吊死 這不是你的訓練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整個事件裡面 事實上當然國防部內部有一些 他自己自省的聲音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反彈的聲音 但我相信民眾在這件事情看待上面 我們扣除掉少數的 比較激烈的一種言論 或者我們體諒當事家屬的 這樣的一個心情之外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 比較冷靜的思考 什麼樣的方式對於國軍來講 或對於全體國人來講 是最有幫助的 浩文你本身也是軍方退伍嗎 這幾件事情我相信 引發相當大的爭議 因為過與不及 真的都是一線間而已 那個四個應該下十九層地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爬了五公尺 然後跪了四十分鐘的四隻過街老鼠講講話 今天我們要講的 他今天這個甲級戰軍的任務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保家為國 他是刻意說今天要去射殺這個老船長嗎 這些人其中還有兩個是軍官 可能跟我一樣 十五歲又進了軍校 他從十五歲開始把他的命 都賣給了這個國家 國家隨便玩 我上戰場的話 可能是屍骨無存 我的同學 那麼多私事的 都是屍骨無存 他在這種情況下 今天他這個戰訓任務 是為了要保護我們全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人民 涉嫌主力替地方想 你的意思在這裡 是的 這是第一點對不對 然後今天很不幸 這個飛彈出去了 他也是在一個求好境界下的情況下 那今天怎麼可以叫這四個軍官 我也不知道是這四個軍官 他自己自作組裝 或者是他這個天兵長官叫他用 先爬五公尺 之後再跪四十分鐘 因為我剛剛講過 他今天他是為了國家的戰訓任務 今天在做一個操業 可能是一些怎麼動作不對那些 那我們不講 這是他長官需要要求他對一個這個情況 然後這個你今天就叫他跪在那邊 那我想請問一下觀眾 我那麼多同學為了空軍 然後之後屍骨無存 可能他起飛是一個發動機壞的情況下 我想請問各位觀眾 那是不是我們同學家屬也要 這個機工長 機務人員 也是要跪著爬進去嗎 有可能被無限上綱 對 無限上綱 或者是請他那個少將連隊長 全部都要來 對 全部也是這樣對不對 爬了五公尺進去 所以我覺得的話 變成一種無限上綱來講的話 你是會打擊到這個軍人的士氣 檢討是要 處罰也必要 但是放過別人 是不是代表放過自己呢 我們再來看 這次真的很多的細節 引發很大的爭議 現在傳出說家屬要求 八大要求 包括要給多少錢 包括負責家庭的生計 包括說 是不是也能夠給這個船長覆蓋國旗 也引發很多的爭議 市長哥我想請問 一個可以覆蓋國旗 它的條件是什麼 是不是代表它為國捐軀 是不是 那這個案子如果真的覆國旗的話 是不是等於是破例 當然是一個破例 那這起那個熊山的物色的 一個響力聲號 造成那個船長 黃文中的一個這樣的死亡 當時的時候就 昨天就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那個時候他有去到家屬 去做一些慰問 包括表達一個 就是最深的一個歉意 那這個是當時的時候 家屬提出了八大訴求 這個八大訴求 後來我研究了一下子之後 後來發覺到這裡面大概 你說例如要調查 這個整個事情的真相 一定要調查的 還有包括有沒有 就是說還要說明 為什麼當時海軍 沒有做一個所謂的 立即救援的這樣一個行動 我覺得這個海軍 也必須要來做一個說明 有沒有救援 什麼時候救援 救援狀況怎麼樣 我想都要說明 另外的話有沒有 他有提到第三點 我覺得他說 他由政府負擔這個祖父媽媽 跟妹妹未來的生活上的一個 那個救援所需要 而且他希望能夠把一些那個 像漁船要盡快的修復 或甚至他給一個這個全新的漁船 國家賠償 讓他們馬上有沒有 能夠就是能夠這樣子 就是生活下去這樣 這個第三點 這個部分上面來講 還包括在第五點 跟第八點其實有點重複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想在每次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家屬他一定會悲憤 他悲憤之餘的話 當然就很多的親屬 他們會各自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訴求來 這些想法訴求的時候 那家屬他不是一個 像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文字上面的一個 專業的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什麼東西 他覺得好像有道理 對我們這樣仔細來看 每一樣東西都有道理 我們保留一個剛剛你剛講的那個國旗的問題 都有道理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做個總結 就是所謂的國賠 因為你在一個賠償上面 政府一定會在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給你一個所謂極難救助金 讓你整個家裡面的那個整個那個生活狀態 不要出現問題 另外的話就像 這次應該是一個物色的事情 我想到目前為止的話 沒有什麼變化嘛 都是一個物色 所以呢這個死者的一個整個商賬費用 由這個國家或者我們講軍方 來做一個那個全權的一個處理 包括有沒有給付 我想這個應該也沒什麼問題這樣 可是呢在生活所需的這個部分上面 還包括漁船損害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到後面第八點其實有沒有 他已經涵蓋在這裡面 我是講說是那個可能皇家這個部分上面 可能在應該再瞭解一下所謂的國賠這樣的一個範圍 包括他一個他裡面的一個內容 我想這個樣子的話 可能前面大家就可以解釋那個家屬的問題 當中我們看到賓哥們其實有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你認為說在整個案子當中 其實他們其實內心遭受很大的打擊對不對 當然是遭受很大的打擊 我想任何一個人只要犯了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話 不可能說今天有沒有嘻嘻哈哈的 還能夠按來無視這樣無樣這樣 那除非你自己本身心態上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從事發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想不論是在政府在軍方 包括這個當事人 所以當事人包括就是說 這個所謂軍方海軍的這些官兵 還有包括這個家屬 我想大家都在承受在這樣子的一個痛苦壓力裡面 這種痛苦壓力裡面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所謂的 比較大家認為就是過頭的這樣一個舉動出來 那這個過頭的舉動我是認為是說大家可以包容 如果以覆蓋國一這件事情來講 你認為是不是要接受家屬的要求 我個人認為的話我覺得按照目前的一個規定 我們有一個所謂國旗覆蓋靈舊的一個實施要點 這裡面有已經很清楚的就已經跟告訴大家 那你可以適用在這個範圍裡面的人 包括什麼 它的重點是什麼 什麼前印象可以蓋國旗 它的重點裡面在這裡 它在講就是說對國家社會具有重大貢獻 而且要經過那個所謂的 進來過世事後要由總統明令派員 來做一個這個所謂至上者 或颁讲庄或者是勋章 然后包扬 然后入室这个所谓的忠烈词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东西呢 因公殉职或为社会公益牺牲者 于专业领域有特殊贡献者 那问题就来了 这是一个军方的一个误极事件 当然我知道家属他们认为就是说 是国家害死我的 因为你是海军物色 那是代表国家害死我的 那国家害死我的话 那他等于是为国而捐躯的 我想这家属他的理解度 应该在这个部分上面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 那是不是就可以覆盖什么国旗呢 我想他们对国旗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跟我们一般对国旗上面的 一个认知上面可能有出路 我认为是应该是 家属在这个部分上面 可能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让死者感觉起来 他是因为国家 在整个操演过程中的时候 然后因为物色然后死亡 他是为国捐躯的 我认为家 我们可以理解家属这样的一个心态 可是在我们国家 在国旗覆盖灵旧的 这个规定上面 我们有严格上的要求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是要 家属要能够量解及体量的 那至于相关单位 你要不要破例 我觉得这个就要靠 考验这个 就包括国防部长 包括我们的政府 他的一个智慧 好 最近台湾的海军 真的是多事之秋 除了虐狗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物色事件 其实还有一个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但是当时原来海军有白色恐怖 话说当时1949年的时候 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 结果当时竟然有很多的 国民党的舰队就知道说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去台湾 我会到中国去的话呢 我只要船开回去的话 我有很多很多的黄金可以拿 当时在这个情形底下 国民党还推出所谓的白色恐怖 后来干脆就用射杀的方式 射杀了很多的官兵 对 那事实上这个海军里面的 所谓白色恐怖的事件 后来其实引起很多人的 关注跟讨论 那就军方调查的这个数件 数量来讲 他们认为有400多个人牵连 可是事实上也有人说 这整件事情牵连到了 1000多个人 那这件事情要从贵永青开始说起 他本来是陆军的 后来在1946年的时候 蒋介石他就宣布说 好 那你贵永青到海军去 做海军的副总司令 带总司令 为什么讲带总司令 因为当时其实海军总司令 挂名是陈城 可是陈城在别的地方 负责其他的这个 所谓的战地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由贵永青来负责 可是你知道像海军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军种 那海军也都觉得自己是独树一格 那问题是贵永青是陆军的 你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觉得说 你陆军的你来 你真的懂船吗 就很大的直一度出现了 直一度出现 后来海军出现一个浮泊号事件 浮泊号他就是从这个 国外接船回来 可是接舰的舰长一回来之后 那贵永青就下达了一个人事命 就说你这个船长调职 然后这个其他的船上的 三分之二的官兵都换掉了 结果换掉之后 这个浮泊号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就撞上了船 结果浮泊号就沉了 那里面海军当时有个将领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意思就是讲说 你贵永青这样子乱搞或者什么 那据说贵永青当时 整个心里就很生气 就觉得说 你们海军本来就已经对我有意见了 你现在写这个话 那表示 打落水狗 对你可能对我 所以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当时就记恨在一起 而且尤其他负全责的意思 那时候就讲说 你这个写这个信的 你这个海军的将领 你是闽系的 为什么讲是闽系你知道吗 事实上过去 中华民国海军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从清朝开始研究下来 那福建沿海本来就是靠船在维生 所以这边福建沿海 出来的这个将领 就被化为叫做闽系 这个事件据说 这个郭永青他就放在心里面 那直到后来到1949年2月的时候 当时重庆舰 重庆舰那时候 整个舰几乎后来产生叛变的状态 因为要回中国去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讲说 不是你渗透我就是 就是我渗透你 所以当时重庆舰的舰长 叫邓兆祥 他那时候整个船 大家都讲好 讲好之后就投共 那结果他投共之后 包含永兴舰也投共 黄安舰也投共 全部一起走 大家通通都投共 你知道那时候投共之后 六十几条船舰通通都跑掉 通通都投入了共产党 有关可以做 那问题就来了 当时蒋介石就觉得说 你海军这样子 你这些人是怎样 你就叛变 那我降领微信在哪里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跟这个 贵永青就讲说 那你就大力去整顿 所以你想想看 1949年2月 这个船跑掉了 对不对 那1949年5月 贵永青就开始大力整数 而且你知道他当时从陆军过去的时候 海军因为他没有渊源 所以他就带了自己陆军的人 也到了海军里面去 那时候讲说他要去重整 这个海军陆战队 事实上就是把那个 就做了这个集训 就自己的人马带过去 你知道那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那时候他只要 他就觉得说你闽戏的 你就是 就是这个对这个国民党思想不忠贞 那我就大举的整个搜索 你知道吗 包含到海军官校 整个全抓 你知道当时昆仑舰的舰长 直接被抓去枪毙 他儿子念海军官校也枪毙 你知道吗 这里面就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纷争 为什么 海军官叫394041年班 三个年班全部抓起来 据说那个时候 他这个贵永青的做法 非常非常的凶狠 我这样用凶狠 有一些被抓起来的 是直接用马带戴起来之后 船开到海边都要丢下去 那些人就存下去 他甚至发明一种 倒拆冲的一个杀法 就是把人带到这个沙滩上面 那沙滩上面 他直接挖洞 他把你投在下面 脚在上面 一支一支插 好像插木桩那个方式 那你想想看海水会长潮或什么 你人在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呼吸 据说当时杀得太凶了之后 后来是蒋经国出来讲话 蒋经国讲说海军这样子 说真的海军要培养不容易 你这样子搞得集体屠杀 你整个海军官校 那时候海军官校校长是魏继民 被骗到说 我到底叫你去上海开会 结果他去的时候直接就被抓 连后来的这个参谋总长刘和谦 他那时候也曾经一度受到牵连 你知道 那因为蒋经国他这样子一讲说 不行啊 你这样子杀我们以后 这个海军真的会出现严重的断层 好那时候方法就改变了 他就不再这样大举的捏杀 因为蒋经国的一句话 对 可是为什么 后来他怎么做你知道 他就成立了很多的 比如说像是招待所 大家一听说招待所好棒 凤山招待所 招待谁 不是 是把你抓进来之后好好招待 那就特别的招待 因为蒋经国那时候讲说 你这样杀不行 那如果这些人有的救 那我们就给他做思想的改造 所以他们那一批完全就变 没有死的全部都变思想犯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以凤山招待所来讲 他就直接叫你进来 好好地跟你招待 甚至还成立这个叫做反共先锋营 那这个反共先锋营 他是干嘛 你知道很简单 就是你思想有问题 他觉得说你们这些人 通通都是效忠共产党 所以他把你找进来之后 对你进行思想再教育之后 叫你在身上刺青 要杀猪拔毛 要反共抗恶 为什么 因为他就怕你这些人讲说 你如果不刺青 你搞不好晚上半夜跑去中国大陆 去跟共产党投诚 所以他就故意这样给你弄这些东西 让你没办法回去 白色恐怖 包含在陆山队里面 也做了这个集训队 你知道我刚刚讲说 他不只针对海军官校 像有那个什么四官轮机班 或什么的 那都是整个班整个班 整个班这样抓进去关 所以那个时候 千年非常非常的广泛 后来大家都觉得说 你这样子斗真的是 斗得太过一个夸张的一个程度 整个整数事件过之后 后来在这几年里面 其实大家都有开始在追溯 就是说你当时贵永卿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为什么用这样 讲实话 就是用一个思想犯的方式来做 不过海军内部 虽然有经过调查 但是他所调查的 这整个的状况 事实上跟民间的认知 就有一些极大的出入 1928年7月5号 国民革命军的军长 孙电英 竟然去偷挖 清朝帝王的礼幕 历史上的今天 1928年7月5日 国民革命军 第十二军军长孙电英 盗决清朝东陵 孙电英河南永成人 民国初年军阀 初为直系 历祝祷 正宗军 国民军 奉军国民革命军 日军 汪精卫政府 1828年6月 张宗映 张宗昌败北 孙电英投降 蒋介石 被任命为 革命军 革命军 第六军团 第十二军军长 驻扎在 清东陵 附近 就在此时 孙电英 盗军 乾隆皇帝 与慈禧太后的陵墓 掠夺了大量财宝文物 其行为 遭到国内舆论的 大力谴责 尤其是满人 与遗老的愤慨 但孙电英 将盗墓所获的财宝 托军统 戴笠 宋交 蒋介石 宋美龄 宋子文 和应亲 袁锡山等权贵 以贿赂求得庇护 结果此事 不了了之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结束后 孙电英 归顺蒋介石 任新编第四陆军总指挥 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 全面开始 孙电英任 第三纵队司令官 1947年4月 在玉北战役中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河南省汤英集战 5月2日 拜北被俘 同年冬天 孙电英在河北省武安县 解放军战俘营中 因毒瘾发作而死去 十年59岁 这儿有一张照片 就是慈禧太后 跟光绪皇帝的陵墓 也就是孙电英 去盗局的地方 这就是慈禧太后 好像长得不怎么好看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继继继续看下去 现在给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下来